救護人員緊急將廖姓小隊長送進急診室 他手臂裹著紗布還有意識 但看起來相當虛弱 案發在台中心水無所二階 住家伸縮鐵捲門被車輛撞彎 地上還遺留塑膠車殼 早上是一點多 衛分局偵察隊的廖姓小隊長 跨區追捕二十七歲的國姓槍炮通緝犯 沒想到歹徒先是開車撞伸縮鐵捲門 再撞兩台針防車 最後衝向人在車外的吳姓小隊長 過程中警方對車輛開了四槍 嫌犯還是趁亂逃逸 國姓通緝犯本分局全力查記中 五十三歲的廖姓小隊長 從僅三十三年 曾經破獲多起半毒案 以及貴重海產竊盜案 辦案認真負責 還曾被警政書長華明昭表揚 這次在追捕通緝犯時 意外遭歹徒撞傷 幸好沒有傷及神經 主人觀察後 其他同仁也會持續追查 希望趕緊抓到嫌犯 不讓他逍遙把外 記者六命成為雲杰 雲林台中綜合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鮑魚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 行不行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